炎炎夏日 我們就先來審計長家休息一下吧 小翠 我看到這杯啊 它是什麼飲料呢 好漂亮喔 它叫杜卷 它是我們的咖啡總監裝潢帳大師 在2010年創意咖啡比賽得獎的作品 那它上面的話是義式咖啡 然後搭配我們的洛神跟白桃的酸甜 所以它整體喝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對 然後像我們其他的咖啡豆的話 它也都是由我們的冠軍烘豆 獅王獅乳 還有咖啡總監一起做風味的調整測試 對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層層的把關 最後才會到店鋪給我們消費者品嘗 那像是我要喝這杯的話 我要怎麼樣喝它 你可以用這個調棒 好 然後攪拌它嗎 對 攪拌它 好漂亮 突然覺得這樣我好像在破壞它 然後把它的白桃跟洛神都拌勻 太棒了 那我就來品嘗一口看看 太好喝了 它的風味很特別而且很豐富耶 因為我喝得到那個白桃的香味 然後咖啡的瑋韻很香濃 重點是我覺得它這樣搭起來 其實是很清爽很適合夏天的 對啊 很適合夏天的 所以說這個調配的比例應該滿重要的 所以才會是冠軍的 真的太好喝了 接下來我要來好好的品嘗我的點心了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一個是 這個是熔岩礁商布蕾的厚松餅 我們選用的麵糊是用日本的 中青紫羅蘭麵粉 對 然後搭配我們有認證的 豪華雞雞蛋 對 跟我們一代進口的 麻塚卡榜起司 對 去打的麵糊 我們也堅持就是客人現點 我們才會現做 因為它為了維持它比較好的 綿密的口感 對 像上面這個布蕾醬 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所以上面我看到這個金黃色是布蕾醬 然後上面會烤一層脆脆的焦糖 對 然後它吃起來口感比較有層次一點 對 然後會搭配這個香草 明治香草的冰淇淋跟杏仁瓦片 太幸福了 而且你們看這一個是布蕾嗎 它就從上面這樣子淋下來 看起來好像一個大布丁喔 那我就不客氣囉 它超厚的 但是非常的軟 一下子就切得下去了 開動 它外頭的那個布蕾非常好吃 很香 對 吃起來非常濃醇香 然後真的很像在吃布丁 搭配一個鬆餅的感覺 舒芙蕾超像圓朵 超綿密的 我覺得吃這一個舒芙蕾 搭配咖啡非常適合 因為這比較濃郁 搭配這一杯很清爽 你立刻又可以再接著吃一口了 會不會再接著吃就沒什麼 你會不會再接著吃 呢 感谢观看